超后悔投给柯P的台风架要补班 给现实打脸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这种台风天实在让人惊惊 但让台北市民更惊的是 柯P竟然打算宣布以后台风架要补班补课 你要考虑到你家里有小孩有老人 那你这个怎么去补 总之觉得会造成大家生活上不方便 很多人是从桃园 基隆来台北上班的 他这种简单 柯P竟好残忍 居然要剥夺大家的小决心 就连决定要做好做满的新北市场朱立伦 也看不下去了 这下B的台北市人士就不得不出面 还家表示考量气候变迁 未来台风架可能增加 为了拼经济 才会向中央建议台风架要不班补课 最后仍然也会遵照 我们中央的最后的政策决定来做处理 这目前只是一个建议案 但我新闻还好还只是建议案而已 报道